前段时间我露出了一盆养的特别好被朋友拿走了现在又露出了一盆 前段时间这种巴西末特别的火 很多朋友买一盆喜欢放在办公桌上喜欢放在客厅中特别的漂亮 但是养好的朋友可真不多 要么底部出现黑服了不长根了 要么它的牙出不来出来之后呢也回抽了 底部黑服的问题呢主要是我们把这种这么粗的木状直接蹲在托盘上了 然后浇水之后它底部空气进不去 所以它底部就容易黑服了 我们可以用一些设的石子或者是陶裂垫在底部 底部呢加点水这是右根法 让它底部有空气进入这样不容易黑服 这个根线也很容易长出来就会长得比较好了 再一个呢就是它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它的生长温度在25度到30度左右 如果是温度太低的话它也不容易长压 再一个呢经常给它的树干喷雾保湿 一定要增强通风 这样它的湿度大它就容易长出芽了 看看我这个几天的功夫已经冒出了几个小芽了 这种小芽呀顶破这种厚厚的树皮 它的生命力真是特别的顽强 这种巴西末就是以生命力顽强而著称的 如果它的环境一直是干巴巴的 一点也不潮湿 它就不容易长出芽 而且出芽之后呢它也容易干瘪回抽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请不吝点赞 订务ılmışkanel.com